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千百万年前 何正县这片区域曾经是生机勃勃的古动物家园 不过在接下来的考察当中又有更多样貌奇特的化石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它们又是一些怎样的动物呢 何正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 距离省惠兰州85000米 上世纪中期以来 中国科学院邱湛祥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 在这片区域陆续发掘出大量骨脊椎动物化石 其中聚悉骨骼的化石格外引人瞩目 实际上它是世界上曾经生活过的最大的陆地上的哺乳动物 那么再也没有给它更大的哺乳动 而在接下来又一件样貌奇特的化石摆在古动物专家邓涛面前 这是一块保存蛮好的动物下颌骨化石 长度超过了1.5米 化石上两排锯齿整齐的排列色泽光鲜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从牙齿的前段延伸出一块长长的板状骨骼 活像是一把大铲子 眼前这块奇异的下颌骨 到底是哪种史前巨瘦的骨骼呢 这铲状的骨骼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通过对牙齿上的残留物和磨痕进行分析 邓涛初步推测出他的生活环境 就是他最后取实的这个牙齿的表面上 留上非常微细的这个痕迹 他的这个同位素组成 那这跟他取实的草本植物有关系 那么他的这个牙齿比那个铁的金属的要软得多了 所以我们推测他肯定不会是在这个沙粒的地面上 来产食我们这个草本植物 那么应该是比较靠近水边的地方 比如在淤泥里面 邓涛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化石出土的地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这种交接着很硬的 这个栗石 磨圆度非常的好 就是每一个都是这个鹅卵石 通过对岩层进行观察 邓涛有了初步的推断 你在这个栗岩的下面有树松的这个沙岩 那说明邓涛的这个环境里面 它的湿润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有很大的降雨量 化石出土环境表明 巨兽生活在湿润的森林沼泽环境中 巨兽牙齿前端的产状物 是专门用来在水中产食水草的 考察结果最终证实 这种神秘巨兽是史前的一种庞然大物 产齿象 这产齿象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居住在水滨的 居住在河边或者湖边的动物 为什么呢 那么它的这个产齿是非常适应于 在这个有水的地方来喘息这个水草 当时它如果生活在这种比较干燥的地方的话 那么它的像产子一样的这个门齿很快就磨坏了 根据对馆藏出土化石的研究和组合 科学家复原出了史前巨兽产齿象的真实样貌 产齿象身高可达四米 体重超过六吨 长时间的水边生活进化出了巨大的铲状门齿 在长鼻的协助下用以取食水中的水草 然而这种巨兽后来为什么也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呢 是否是被天敌灭绝了呢 接下来博物馆中另一块巨大的牙齿化石揭示了这种可能性 从外观很容易看出这是一种庞大而极其凶悍的动物 这个拿大的一块呢是巨株的浅一臼子 那么它跟一头水牛的大小差不多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牙齿上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像十五动物的牙齿 研究表明生活在史前的巨株不仅凶猛强悍 而且样貌非常丑陋 它可以捕猎其他的动物 巨株在生活的时候一定是样子非常的恐怖 为什么呢 我们从发现的它的头骨上 看它的头骨相当的奇怪 有很多凸起 这个凸起是附着这个肌肉的 那么因此在它生活的时候 那么它从形态上来看 也是一种恐怖而强壮的动物 那么蝉齿象的灭绝是否与这种猛兽有关呢 研究表明巨株和蝉齿象生活在不同时代 并不会对蝉齿象构成威胁 由此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到了科学家面前 在河正地区发现的大量古动物分属不同的时代 生存环境差异极大 曾经生活在陆地上的最大动物巨蝉 生活在稀疏的森林环境中 高大的身躯 长长的脖子表明 它生活的环境 森林稀疏 植株高大 要吃到树叶 必须有高大的身躯 而靠产食水草为生的蝉齿象 却是生活在湿润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 这种环境中 动物稍有不慎便会葬身泥潭 因此不适合体重过大 行动迟缓的巨蜥生存 那么巨蜥动物群的时候 这森林是比较稀疏的 所以我们毛叫做苏林 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个蜜林了 在这蜜林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湖泊和河流 而这些蝉齿象动物群的 适应森林环境的动物 就生活在森林里和树变上 由此可见 蝉齿象与巨蜥这两种巨兽 不是一个年代的物种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之前发现的剑齿虎和巨猎狗 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蝉齿象巨蜥又不相同 生活的时代 那么就完全不一样 是个草原环境 因为这个时候 这些动物全都是快速奔跑的动物 邓涛说 剑齿虎巨猎狗都是善于奔跑的动物 它们一不可能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 二不可能生活在泥泞的沼泽 它们生活的环境应该是开阔的草原 可是在同一个区域发现的化石 为什么它们的生存环境 却如此变化多端呢 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已经陆续认识了好几种古代巨兽 有巨蜥 有蝉齿象 还有凶猛的巨猪 剑齿虎等等 它们都是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当中的代表物种 巨蜥生活在森林当中 这个蝉齿象呢 积蓄沼泽 而剑齿虎呢 则奔跑在大草原上 现如今啊 它们的化石却在河正县一地被发现 而且非常集中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打个比方说啊 在某一个地方 您不仅发现了亚洲巷的这个遗骨 还发现了非洲河马 美洲豹 甚至是北极熊的骨骸 这听起来啊 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这种奇特的现象 为什么会在河正地区出现呢 通过对各类化石的地层进行同位素测定 科学家得出结论 巨蜥生活的年代最为古老 大约是三千万年到一千五百万年前 蚕齿象兴盛的时期 大致在一千万年前 而剑齿虎等猛兽 一直到一两万年前 还在这片区域池场 随着越来越多的化石 进入研究者视野 一个问题摆在专家面前 在漫长的年代中 这些物种的此消彼长 新老更替 是平稳的优胜劣汰 渐进式的演化 还是受到外界突发灾难的影响 时而兴盛 时而突然集体消亡呢 正当大家疑惑不解之时 几块特殊的化石 让问题有了突破 这是一个完整的 宫荷猪的骨架 它是一个怀孕的宫荷猪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骨架里面 看见有两个幼年的 邓涛告诉记者 这是一整块生活在 距今一千万年前的 宫荷猪化石 其形态藏有一个惊人的秘密 记者见到 这只母猪体态扭曲 身体下方 两只幼猪被紧紧地裹挟着 邓涛说 实际上幼猪尚未出生 接下来 一组庞大的化石墙 更是显示了 过去曾经发生的惊人场景 这组化石出土于 河正县东南部 长达三十米的化石墙中 密密麻麻堆砌砌着 数百块动物骨壳 这是一处古代动物的坟场 它直接揭示出 一场恐怖的灾变 在河正化石博物馆 有相当数量的化石显现 动物当初是非正常死亡 这说明几千万年以来 这个古代动物的伊甸园 并非是一片安宁祥和 而是多次遭受过巨灾 每一次都造成物种大面积灭绝 那么是什么要害 在古老的年代反复上演呢 到目前种种迹象显现 河正县的广大区域 在三千多万年以来 出现过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那么灾害到底来自何方呢 专家告诉我们 研究古生物与研究地质演变 是密不可分的 要想解开这其中的奥秘 就必须对主要化石出土区的地质环境 做一份调查 而调查出来的结果 让考察队大为惊讶 深冬时节 一场雪后 气温降到零下15摄氏度 一大早 记者跟随当地专家 来到一条河道考察 由于流水能够长途搬运岩石 因此河道中的历史 涵盖着更大区域的岩石特性 这是属于灰岩 记者见到 河道中的历史 大多属于石灰岩和沙岩 在古地质年代 这个地区没有火山活动的迹象 不过 遍布的斗崖峭壁显现 久远的过去 这里的山洪泥石流频发 向着呢 说是一样为主了 就是这个阶段 气候狂净 现在是发差很大的 考察队在沟谷的两侧发现 山谷中到处都是 从崖壁上坍塌下来的巨大岩块 让人触目惊心 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 那这个历史 它的磨跃度非常的好 不是在这次水流的成绩过程中 磨跃的 它是脑的这个鹅卵石 邓涛说 这样的利盐崩塌物 是古代大洪水的直接证据 考察组继续前行 很快来到了一片 化石发掘现场 专家说 这里不仅发掘过 珍贵的巨蜥化石 还出土过产纸像 草原三芝麻 等多类动物化石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个红颜色的斜坡 它的上面有一条水平的线 在这条线的上面 这个抖崖 那就说明那个抖崖 它可以沿一层比较坚硬 那个就是产巨蜥化石的 一个低沉的沉味 在粗细不云的利盐层旁边 邓涛告诉记者 这是洪水的产物 洪水的大小和化石的埋藏 密切相关 洪水来的时候 开始沉积 那最先沉降下来的 是这些粗的 往上它是逐渐变细的 这里面还混着有些溺石 到了它的上面的部分 这样的溺石已经很少 甚至没有了 那么因此我们要找到 这样的比较完整的化石的话 最大的希望 就是在这个颗粒 比较粗的这个溺岩里面 接下来邓涛带领考察组 来到了另一个埋藏化石的 红土岩层 这里有着更多不同时期 大洪水的印记 这个岩层呢 它是一种很细的 最上次碾土的成分为主的 那我们还是把它叫做土壮堆积 它是在非常安静的 这个水体里面沉积的 那但是呢 它有的时候会短暂的 比较大的这个水流的扰动 那这样的扰动 我们可以从里面 含着这个少量的这个历史 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水流非常强大 但是它非常短暂 可以把这个动物的这个遗体 或者骨骼 推一个很短的距离 然后再沉积下来 然后跟那些泥沙混合在一块 最后埋藏在地层里 由此可见 洪水是动物灭绝的重要原因 那么还有哪些暗藏的自然杀手呢 在河正化石博物馆 一块聚集着几十只古代鹿龟的化石 又透露出不同的信息 我们发泄的时候 有的地点数量非常的多 可能有几百个这个鹿龟 死亡以后堆积在一起 那这样的从状态 可以从原因上来推断 可能是某一个干旱的季节 非常严重的干旱 造成了这个鹿龟 它聚集的这个水潭彻底干活了 它没有办法再迁移到别的地方 再去寻找水源 所以鹿龟死亡来一起 密集的堆积 又埋藏在里面 洪水滔天 大旱降临 由此可见 造成河正地区 五代动物灭绝的原因 绝非是单一因素 这片广阔的区域 自新生代以来 每过几百万年 便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狮儿是温情默默的森林 狮儿是神秘莫测的沼泽 狮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之后 焦阳沙唇又会无情地肆虐大地 而这个环境的改变 这个地区的话 造成这些动物的生态环境 发生了变化 有些迁徙了 有些绝灭了 有些新的类型了 那么重新 牵入到这个地方来 繁衍发展 那么究竟是哪种神秘的自然力量 在周而复始地改变着这里的环境 让曾经生机勃勃地 生活着巨瘦的森林 演变成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又演变为如今的一片苍凉 这天 考察组一路向西南行进 海拔在不断升高 最终 当大家连续攀爬五百米后 问题的答案开始显现 考察组此时所在之地 北面是一片广阔的盆地 而正南方则是高达四千米的 威俄耸立的太子峰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泥夏盆地的南部的边缘 那在它的南侧 就是青藏高原的这个高的山脉 就是西寝里的一部分 在河南这个地区呢 这个部分叫做太子山 然后它的最高的海拔高度 达到四千米 而我们脚下所处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泥夏盆地 在它的边缘 那海拔是两千多米 也就是说盆地跟这个高原 有将近两千米的高差 这个地方呢 刚好有一条大的断裂 从这个地方通过 叫秦陵的北深大断裂 邓涛告诉记者 大约六千五百万年前 青藏高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龙升 随着这场巨变 南部的山巒不断增高 北部的河正地区 逐渐称为山间盆地 高山汇集的巨大洪流 时常一泻而下 转瞬间让盆地中的生灵 遭受土害 日复一日的洪水 将数不清的动物遗体 堆叠到河正所在的盆地中 实际上是由于青藏高原的浓起 导致的气候环境的变化 是适宜不同生态环境的动物群 然后看待这个地方发生了更替 接下来 随着青藏高原进一步增高 南部印度洋的暖湿空气 被彻底隔绝 郁郁葱葱的森林 生机盎然的沼泽 从此称为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 干燥寒冷苍凉的景象 如今 当考察组小心翼翼地 透过厚重的黄土 梳理那段尘封的历史时 油然而生的 是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敬畏 这些动物 不管它的特征 在某一个时期 看起来是多么舒服的环境 一旦环境发生改变 那么这样的优势 也许就变成热死了 因此我们从河正这个化石里面 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一点 就是自然选择 对这个生物进化 它的作用 也就是环境这个变化 我们人类也是生活在 这个自然环境里面 那么如果环境变得非常的糟糕 那么我们人的生存的环境 我们人的这个未来 也会变得不可琢磨 所以说我们要预测今后的 这样的环境变化 那么过去 是看未来的一面镜子 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 讲究天人合一 其中这个天 说白了就是大自然 它不是静止的 而是周而复始运动的 随着自然的演变 世界万物也在不断的新老交替 推陈出新 演化出神奇的进化历程 节目最后给大家看一幅图 它是合正所在的盆地里 最晚期的代表性的动物 它叫做真麻 大家看看 它的特点是脸特别长 有0.7米 那么它的脸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原来它生活的时期 这个草长得特别高 它要把这脸埋在草里进食 这脸如果不长的话 就没法环顾四周的危险 可是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 草没有那么高了 逐渐真麻的脸也就变短了 最后演变成了现在的麻 很有趣吧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